好的 这个是双头活塞罐装机的司机视频 这是接料的位置 这瓶子卡瓶 这是罐装 然后呢 这是电源指示 然后这个是触摸瓶 然后呢 是后面 后面这两个是气缸 然后呢 这里这个位置是调节罐装链大小的 如果要关多一点 调高一点螺丝松开往上调 这个下面的不用动它 一般调上面这个就行了 形成长短 就是调贯装量的 OK 好 现在我们测试一下机器的动作 好 这个是脚踏开关 脚踩一下机器就会动一下 开了 好 下来吧 ok 因为是一致的 在吸收器 好 位置固定后 得查一下 OK 机器没问题了 公开它 你过来 公开牧师们 ok 这个是机器的一个插插视频 首先这是电源 电源开关 这个电源开关 这个是调扭率大小的 扭率 这个可以调成自动 它是手动的 然后这个是间隔时间 间隔时间 这个是旋盖时间 这个都是可调节的 手动控制 然后调节的时候 首先的话是 是个轮子 这个位置大小调好 但是大小调好 就可以操作了 这脚踏开一关 ok 电源开起来 速度是可调的 速度是可调的 现在是手动设置 好 平时正经开 ok 好 ok 选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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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里呢 这上面是头高低的 这是根据瓶子的高矮 头高低的 这个是定位交支 好 行啦